经营中的国字的烟变 就是说 左边 是上边这首 下边这首 中间有一个工具 或者是一个兵器 右边是一只老虎 意思就是说 双手拿着兵器 用猛虎搏斗 究竟是怎样的国家 才担当得起国 这样勇猛的一个字 作为自己的国民呢 那些往日的繁华都市 又是如何灰灰烟密 更多的疑问 随着发掘的深入而产生 国国在史书中的记载并不多 他在春秋早期 纷乱的争霸事业中 忽然就消失了身影 甲鱼灭国 淳亡齿寒的故事 成为了中国人 对国国最深的记忆 在西周初年 周文王曾经把都城附近的 两块土地分封给两个弟弟 一个称为东国 一个称为西国 东国国后来在历史的征战中 逐渐消失 史书上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 西周末年周幽王时期 西国国的国君 国石赋在周王朝内担任清室 地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 总览朝廷大权 周六王时期 国国的国君 国仲 把这个国国从陕西的宝基 迁到了在三门下一带 当时这个地方有个交国 就是把交国灭了以后 典定了在三门下一带 这个统治地位 两千六百多年后的今天 当人们开始治理黄河时 特殊的地域特征 使得人们选择了这里 作为黄河的一个特殊节点 而两千六百多年前 这里也被国国选中 作为开疆阔土的理想之地 国国在三门峡一带 统治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它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痕迹 却跨越了二十多个世纪 直到一九五六年 才被人们逐渐地发现 被发掘的墓葬 仿佛凝固了历史的瞬间 在把死亡看得和生命一样 重要的时代 这里的一切都反映和重现着 当时的政治 经济 文化 七顶 六轨 六阁 数量繁多的青铜礼器 标志着贵族的身份地位 按照周的理智 这些奢侈的陪葬品 无疑属于一个地位极为崇高的诸侯国 三门侠地处山西 陕西和河南三省的交界处 西面二百公里处 就是西州王朝的都城浩京 东面则临近东周时期的都城洛邑 三门侠的西边是著名的古关口 这片地域虽然不大 但在几千年前 却是古中国的交通要道和重要战场 国国作为周王室直系亲属的封国 自然成为了周王朝的门户守卫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这个诸侯国一直像一头威武的门户 拱卫着周王室的安慰 在西州时期非常强 非常大的一个诸侯国 在东周初年 他还是周天子最相信的诸侯国军 从西州时期一直持续到垂球早期 国国一直是周王室的坐榜右臂 他经常带领周天子的军队 以及国国的军队东正西涛 为巩固周王室的统治立下了汉马功劳 国国虽然不是那个时期的一流强国 但他却是周王室历来所仰仗的武力提供者之一 在三门峡国国墓地所发掘的车马坑 是目前我国所发现最大的车马坑群 泥土构筑的遗迹仍旧保留着几千年前战车的形象 使我们得以想象当年国国强盛的军事实力 在这些巨大的深坑里究竟有多少车马 至今也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 国国在军事上的强大 一直延续到了战乱叠起的东周时代 公元前771年 周王朝的都城浩京被来自西方的犬戎攻破 覆灭的王都同时宣告着一个礼乐天下的结束 周平王将周的都城从浩京牵往洛邑 使称东周 赫赫宗周的威名 随着都城的东迁也继而灰飞烟密 各个诸侯国开始崛起 周天子仅仅成为了一个尊贵的称号 再也无法拥有往昔的权利 古老的中原大地 开始迎来了长久的动荡岁月 然而此时诸侯争雄局势的到来 使得国国原本跻身在中原腹地的显赫位置 变成了一把双刃利剑 在靠地盘人口和实力说话的时代 国国却只能坚守在自己狭小的领地 扩张的机会是如此渺茫 后来当这些大国一般来说 边区的容易发展 他就处于周天子的旁边发展不起来 我不能把王室给吃了吗 他不能把王室给灭了 说到这样他就发展不起来 此时的国国虽然实力不如从前 但他仍旧是周朝王室的护卫战车 在东征西套中维护着风雨飘摇的周天子政权 然而在国国的北面 盘踞在如今山西省一带的晋国 却早已经顺着时代的潮流 悄悄迈开扩张的步伐 对于这片中原腹地的位置 他已经虎视眈眈 三门峡的北边 越过如今的河南省省界 在黄河中游的焚河汇水之间 也就是山西省一带 这一片广大的区域都曾经是晋国的地盘 然而晋国人在回顾自己的历史时 一定也会觉得有几封好笑 因为在史籍的记载中 这个诸侯国的出现 完全是一个游戏的产物 西周初年 此时周承王还只是个小孩子 他与弟弟疏语两人 还未脱幼稚之气 在一次游戏之后 周承王捡起地上的一片铜叶 才成龟玉的形状交给书渝 开玩笑地说 我用这个为信物来封你 由于小时候的一句戏言 在史观严肃的追问下 周承王只好将他的弟弟书渝 分封到了堂地 在如今的黄河 温河以东 方圆不过百里大小 公元前十一世纪 靖国就这样 为一片小小的梧桐叶催生了出来 靖国成为了周王朝的侯爵封国 在周王室的等级制度里 他的地位要比身为公爵的国国低得多 当然 无论是周承王还是书渝 都不会料想到 这个小小的靖国 将会变成一个举世瞩目的诸侯大国 在疏于之后几代君主统治的时间里 靖国的历史对于现代人来说 几乎是一片空白 当时间快进到公元前745年 这一年 靖国国君晋昭侯将驱卧城 分给了他的叔叔 史称驱卧还书 靖昭侯并没有想到 把这座靖国最大的城市封给亲人 换来的将是长达六十余年的动乱和厮杀 公元前739年 靖国爆发政变 靖昭侯被大臣杀死 驱卧还书立即起兵造反 靖国的内战 拉开了序幕 驱卧势力的不断壮大 点燃了靖国人的战斗热情 此后 靖国人只做两件事 一是打仗 二是准备打仗 在驱卧还书去世后 他的继任者 继续与靖政权打打杀杀的斗争 并先后杀死了四位继任的靖侯 常年战争对于靖国百姓来说 无异于生活在地狱之中 靖国的天空似乎只是血色一片 这场血战还将延续多久呢 为了挽回天子的权威 周天子周桓王终于决定出面干预 靖国内部的互相残杀 他两度派遣国公临父前往靖国 讨伐驱卧政权 并为失去靖侯的靖国另立新军 国国自然很乐意为周天子 对付靖国这个强劲的对手 他立刻积极介入到了靖国的内战之中 由于周王室的干涉 异都的靖哀侯政权 在周王室的庇护下苟延残喘 在国国代替周天子讨伐驱卧的一年之后 靖国的内战史进入了25年之久的靖末期 当史书重新记录靖的信息时 靖的内战已经进入了尾声 公元前六七九年 驱卧桓叔的孙子驱卧武功 再一次大举进犯异都 异都政权的最后一个国军 靖侯敏成为了在境内乱中被杀的第五位国军 经过三代人的不懈努力 驱卧势力终于干掉了靖国的嫡系子孙 成为了靖国新的主宰 当周天子强有力的约束 对天下渐渐失去了效力 诸侯列国都正经历着动乱和厮杀 天下刚迹混乱 各国以下犯上之事层出不群 宋国 齐国 镇国等 在这些巨变激烈发生的几个国家里 靖国的震动最大 在周天子承认了靖武功合法地位之后第二年 从内战中胜出的靖武功就病逝了 周天子的位置由周慧王继承 靖侯的位置则由靖县公继承 公元前六七六年 靖县公与国国国国军国公丑 一起朝见了新继任的周天子 在晚宴上周天子宣布 将赐予国晋两位诸侯以丰厚的赏赐 靖国和国国都得到了白玉武双和马三匹 对此左传的作者左秋明却认为是非礼也 他的理由是 天子慰劳诸侯应该按照身份的高低区别对待 国国是公爵 靖国则是侯爵 功高于侯 按照礼仪制度 天子理应赐给国公更丰厚的礼物 对此国公自然颇有看法 他根本不能容忍地位低微的靖国 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 然而他却没有看出 周天子已经对刚刚统一的靖国心存忌惮 靖国曾经是周王室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屏障 常年与少数民族的守卫战争 使得靖人血液中的尚武精神远高于中原人 不仅如此 靖国虽然只有一个军的建制 但是这些士兵却是在漫长的内战中胜出的钢铁之石 这个年轻的诸侯所具备的惊人战斗力 正是老迈周王朝的大忌 靖国终于结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内战 靖宪宫却度过了他一生中压力最大的一个冬天 内战胜利后的利益分配成为头等难题 此刻靖宪宫要面对的 是一群如同恶狼般对王位垂涎三尺的堂兄弟 叔伯或叔祖 这使得靖宪宫感到不寒而栗 他还不知道该怎样驾驭这群强悍的公族 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 难道还会重新再来吗 公元前669年 靖宪宫在靖国的距地建起一座新的宫殿 等到宫成军宫 靖宪宫将靖国驱卧政权里 庞系之族的公子们迁居到这里 当这些公子哥们乐呵呵地赶到巨城的新房子时 靖宪宫派出军队包围的巨城 将这些巨城里的公子们一网打尽 左传这样记载这段故事 冬 靖猴围惧 禁杀群公子 金宪宫这一支是以蜀之代替了正宗这样一个国军 对靖国的影响是非常大了 你好比说他堆内灭公族 寄灭群公子 就霸他的公族就除了他自己的儿子以外 同姓的这个蜀白姊妹 蜀白兄弟全部杀了 这个是非常厉害 灭公族 禁灭群公子 从此正靖国无公族 这样来他就导致了一个什么现象了 他就使靖国成为一个 任贤任能的这样一个祝货国了 像禁献公这样对公族旁系做斩草除根式的清洗 在春秋初期绝无仅有 而禁献公迈出了这一步 在没有了王清贵族的羁绊后 他现在成为了所有诸侯中权力最为集中的一位 但是在这次杀戮中 还是有一些旁族成员侥幸不顾 他们逃到了与禁国不和睦的国国那里 想要寻求帮助 国国和禁国早就成了心肇不宣的死对头 此时国公丑的意愿 当然是希望禁国永远处于分裂状态 公元前668年 国国为了支持禁国的流亡公子 在秋季和冬季两次发动对禁国的战争 禁国的南部边界再一次被战火笼罩 禁国都城 内战的阴影刚刚退去 百废待兴 王室公族被四处追杀 血腥笼罩 而背负着恐怖骂名的禁县公 将会怎样应对国国送上门来的挑战呢 东周末年 周王室日渐衰尾 天下政令当出自谁家 争霸成为了这一时期诸侯征战的主题 周边列国不停地涌动着狂躁之下 狂躁之心 篡位弑君如同家常便饭 靠着血腥政变上台的君主层出不穷 历经不治才能在残酷的丛林法则中生存 靖国的内乱终于告一段落 王宫贵族在禁县公手中成为了权力的祭品 这头北方狼将开始向周边挺进 地处中原腹地的国国多次在禁国边境发动战事 国国的挑衅不仅让禁县公想到了复仇 更让他看到了称霸中原的希望 当战火重燃 禁与国 谁将是最后的胜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如没有甲鱼灭国 纯王齿寒这个成语 今天大概会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历史上存在过国国这么一个诸侯国家 两千六百多年前 国国在纷乱的争霸事业中忽然就消失了身影 史书对于这个国家的记载 也迅速地风干成了寥寥数语 当都城荒废 墓地不再有人祭祀 往事开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然而两千六百多年以后的今天 三门峡国国墓地的发掘 却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佐证 美玉 珠宝 车马 甚至中国发掘出的最早的铁器 这些埋藏在地下的巨大财富 再次向人们昭示着这个人们眼中的小国 曾经拥有着无与伦比的显赫地位 飞鸿的时候他是公爵 他的脚位比较高 所以国国的他这个历代国军 在周王室一致带来庆祀 就是他就是说相当于宰相 后来的宰相一致 还有统帅周天子的部队 还有国国部队的权力 可以就是说出去征伐 军队的具体的人数 这个史书上也没有记载 所以通过这个历史上记载 他参与了这么多军事战争 还有国国目的出土的这么多 赤马坑来看来 他的军事势力也是相当强大的 在国国的最后一任国军 国公丑的时代 国国儼然成为了周天子的代言人 这个拥有着庞大军事力量的国家 以挽救礼崩越坏的天下为己任 并四处征伐 而且颇有些战无不胜的味道 公元前664年春 国公丑奉周天子之命 讨伐叛臣樊匹 就是他牛刀小事的一个例子 那次他不辱使命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就摆平了这个满贼 天子对国公丑的宠信 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不但平定叛乱指望他 当初前往晋国传达周天子的旨意 受命晋武功为止射异军的小诸侯 也非他不可 国公丑是国国的末代国军 他主要的一项就是说 一个是平定了一个叛乱 就是在春秋时期 周辉旺时期 王子腿以及吴大夫发生了叛乱 这是立了一个大功 国国又一次完美地向世人证明 国国依然是天下秩序的重要守护者 为了表达周王氏对国国的赞赏 周惠王将自己用的九诀赐给了国公 在那个时代 诀是相当高贵的礼器 而赏赐天子所使用过的九诀 更是当时最为隆重的礼遇 有了周天子的宠爱 在国公丑的眼中 地位尊贵的国国 显然还处在十分兴盛的时期 公元前668年 国公丑又以晋献功不省仁义 残杀晋国同宗手足为名 两次出兵讨伐晋国 晋国南部顺时陷入一片战火之中 国国在亲近之战中取得一定的小胜 但晋人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晋国两方一直处于胶着的状态 公元前661年 晋献功即位后的第16个年头 晋国的发展已经步入了正轨 这一年晋献功又有了一个大动作 这个突破周王朝理智的行动 将彻底改变晋国的命运 18年前 当周王氏刚刚任命晋武功为晋猴时 就对晋国的军队进行了明确的限制 命趋卧博以一军为晋猴 也就是说晋猴只能掌握一个军的兵力 司马法上记载 这个军事的兵力啊 是天子六军 大国三军 次国二军 小国一军 它本来就一军 就一个一只军就行了 按照周王朝的定制 一个军为一万两千五百人 周王氏拥有六个军的兵力 大诸侯国可以拥有三个军 中诸侯国可以拥有两个军 而像晋国这样的小诸侯国 只能拥有一个军 对于帝大物博又充满野心的晋猴公来说 这样的编制实在太少 于是晋猴公在军事建设上 卖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 他将晋国的常备军力 由一个军扩充为两个军 分为上军和下军 总兵力约为两万五千人 晋猴公亲自担任上军主帅 在晋猴公时期 开始做上下二军 后来做三军 当然到春京后期就六军了 在晋猴公将晋国的公族 全部诛杀之后 高度的集权 赋予了晋国突出的军事调集优势 就在军队大幅扩边的这一年 晋猴自然也开始了领土的疯狂扩张 晋国扩张的第一个目标在哪里呢 在春秋早期的诸侯版图上 晋国地处冯河流域 在他的北面西面分别有着三个 激姓小国 霍国 耿国 魏国 这些都是晋国的同性国家 他们都是周文王的后代 同性国家互相诛杀 在春秋早期还并不常见 然而对于连同族兄弟 都要诛杀的晋猴公来说 这点小关系他早已不放在心上 魏 霍 耿三个小国 尽管各自也都有异军的编制 可是因为人力财力有限 三个国家加起来的军力也不足异军 晋国大军一到 便随呼拉朽一般长驱直入 将三个国家一一灭掉 这个盘踞在周王朝西北 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诸侯国 开始令世人刮目相看了 丰饶辽阔的中原大地 已经近在咫尺 此时的晋献公 已经不满足于担任这个 相对于周王朝来说的 边区小国的领袖了 然而横在晋国面前的还有一道天险 黄河在中条山和秦岭小山所形成的峡谷间 由西向东奔腾 两岸地形复杂水流湍急 极少有适合渡河的地方 只有两个相对安全的渡口 由西向东奔腾 和大阳度 晋国要踏入中原 必须由此经过 而坐镇此地的诸侯国 正是晋国的死敌 国国 从晋国内战时起 国国就一直站在 曲卧一方的对立面 晋献公当政后 国国仍对晋国动手动脚 在晋国边境屡次挑战 不灭国国 晋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版图不断扩大的晋国 下一个惊吞的对象 就要轮到国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为了防止德军入侵 法国在东北边境上 建造了一系列防御攻势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 马奇诺防线 这条防线在当时 是被人们认为 固若金汤的神话 在早于此的两千多年前 同法国人一样 为了防止北方晋国的入侵 国国人也在自己的北部边界 建立了一条坚固的防御攻势 国国北面有中条山的护卫 晋国要想进攻国国 必须首先向西绕到河区之地 从中条山南路向东进发攻击国国 从晋国多城将城出发 这一进军路线不仅漫长 而且会遇到国国极为一手难攻的地形 国国在西北方的边境线 分布有许多客舍 这些客舍本来是为来往的过客行人 而设的旅馆 作为国国的一项财政收入来源 自从国公开始干涉晋国内政后 国公就将这些旅馆改建为军事碉堡 成为晋宫国国南部的据点 有了这条坚固的防御攻势 晋宪宫的南晋大忌 不得不暂时搁浅 公元前660年 一位名叫荀西的大臣 向晋宪公提出了一个 进攻国国的作战计划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提议 这个提议的核心 就是向临近的余国借道 进攻国国 余国是一个底盘不大的诸侯封国 因此国国在与余国接壤的边境地区 并没有重兵防守 如果可以借道余国 便能避开国国防御坚强的 北部碉堡群防线 从防御薄弱的侧翼突进 1940年5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就在法国人认为 德军不可能突破马其诺防线 这样牢固的军事防御时 德国将军曼斯坦因 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 他建议德国主力部队 绕过坚固的马其诺防线 接到比利时 突进法国境内 使得马其诺防线 形同虚设 德军巧妙绕过了马其诺防线 很快占领了法国全境 被神话般信奉的马其诺防线 最终成了无用的摆设 和对战败者的讽刺 两千多年前的中原大地上 新一轮的争霸正在如火如荼的上演着 时不我待 晋献功需要早日跨过国国 踏足中原 眼看用常规的办法 是无法在短期内制服国国了 此时寻悉的建议 是否也能使得晋国出奇制胜呢 渔国的位置 渔国的位置 大约就在今天的山西省南部 与河南的交界地带 它坐落在中条山脉 最低平最开阔之处 西州刚刚建国时 周文王的伯父仲庸 担负着吴国的国君 到了周武王时 他将仲庸的后代封在了余地 赐公爵爵位 西州飞风的时候 又飞风了很多诸侯国 但是由于他这个学院关系 和周王时的密切关系不一样 或者是军工的大小 所以飞风的角落也不一样 这国国来是公爵 所以国国的国爵也都成国公 渔国来这个地位可能也是 畸性也比较高一些 可能叫渔公 进过来他就飞风的比较晚一些 当时他这个角落也比较低 叫侯爵 所以晋国的国军都称晋侯 渔国和国国作为周王室最早的卫星国 都是周王室都城的核心屏障 但后来随着整个天下秩序的急速变化 特别是低辈分的鸡姓诸侯和异姓诸侯的崛起 渔国等老牌诸侯大臣 在周王室心中的战略地位逐渐下滑 相同的境遇使得渔国两个地盘不大的国家 结成了军事上的联盟 春秋争霸 这个晋国要南下 要逐路中原 而国国就刚好在这个金山域这个地方 这个是个交通要道 这个你还有黄河天险 这晋国要南下必须要进过黄河 当时这个国务和渔国有结成联盟 所以说你要打一个国家 另外一个国家来资源 怎样才能打破国渔之间的同盟关系 使渔国同意进军借道通过呢 对此 荀西早就有了打算 晋国刚刚占领的驱地盛产好马 晋献公曾从那里选出了几匹宝马 给自己装备战车 而锤吉的白币更是文明天下的宝物 如果把这几样东西送给渔工 那么事情就会好办了 对于先秦时代的国家来说 战争和祭祀不宜是最为重要的两样事物 马匹的质量代表着武力和等级尊严 优质的玉璧可以作为敬奉祖先的礼物 荀西所说的这些宝贝都是晋献公每日赏完的至爱之物 此时就算是对亲人都没有丝毫怜悯之心的晋献公 也要为这些宝物的外送而犹豫再三 然而荀西却另有看法 在他看来只要渔国同意借道 那么宝马和白币不过是暂时放在渔国保管 而从晋国国都出发 这条从渔国借道进攻国国的新的路线 大致相当于今天G209国道的走向 相比于之前的进攻路线 这条道路会将进军的行军距离缩短近七成 而且能够绕开国国的防御攻势 所以晋献公为此暂时付出几件宝物 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但是晋献公还有一个顾虑 渔国有一位名叫公知齐的大夫十分聪明 如果有他在 向渔国借道的计策未必能顺利进行 荀西则不以为然 他认为公知齐虽然有见识 却没有能力强见君主 如果有了足够强的理由和诱惑 渔国不会不同意借道给晋国 在寻习战略计划的诸多环节之中 说服渔国国军借道给晋国 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他自告奋勇 愿意亲自前往渔国游说 公元前六五八年春天 荀西带着艰巨的任务前往渔国 荀西拿着从晋国带来的宝物 献给渔国国军作为见面礼 果然渔公看到两件宝贝后十分欢喜 寒暄之间 荀西趁机向渔公提起了陈年往事 几年前 北方的济国出兵攻打渔国 晋国曾经出兵解救 这是渔国不得不还的一个人情 而现在正是晋国需要帮忙的时候了 当下晋国的一些反贼逃到国国 不仅被国公收留 还借口多次骚扰晋国南部边境 荀西向渔公表示 希望渔国能够帮个小忙 只要借条道路 让晋国的军队通过渔国国境 向国国行尸问罪即可 这个理由似乎不好拒绝 荀西送来的重礼 为了事情更容易办些 荀西要求渔国共同参与法国行动 答应战胜之日 晋国与渔国可以共享战利品 而作为利益的交换 晋国的要求非常低 只不过要借条道路而已 对于渔公而言 这听上去似乎并不是坏事 教训一下国国自己还有利可赌 怎么还有不答应的道理 然而荀西的轨迹 并没有瞒国国国大复公之起 晋国已经接连通定几个诸侯国了 狼子野心世人皆知 怎么能把荀西军队 引到渔国的国境之内呢 此时的渔公却正欣赏着 荀西晋献的宝马与美誉 爱不释手 他哪里能察觉到公之起的疑虑呢 在他眼里 晋国与渔国有仇 他们要攻打 国国与渔国的关系并不大 就这样 在公之起的无奈之下 借道的事情定了下来 而此时将自己的主力部队 都放置在碉堡群防御攻势中的国国 却浑然不知 公元前六五八年 荀西带着好消息回到了晋国 晋献公喜出望外 当即决定 拜晋军统帅李克为大将 荀西为副将 率领兵车四百成 精兵两万人 直押渔国的边境 晋军在大将李克荀西的指挥下 借到渔国 并且会合渔公指挥的军队 迅速穿过渔国国境 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国境内 国公丑曾经在晋国的内战中 多次派兵干预 在他看来 晋国只有招架之功 哪有还手之力呢 然而今非昔比 晋献公大肆酷军 连续吞并 港国 祸国 卫国 在内战烈火中重生的晋国 焕发出勃勃生计 且愈战愈强 国公丑根本没有料想到 晋国的军队竟然神不知鬼不觉 从渔国的国境上杀出来 在西北部重兵防守的防御体系 一下子陷于无用的境地 中条山完完全全成为了 国国的马其诺防线 晋国发动的闪电战 达到了预期的成效 国国的军队来不及组织 使其有效的抵抗 国公便慌忙弃城而逃 夏阳城立刻落入了 晋国军队之手 然而这时 晋军却并没有继续乘胜追击 胜利再望却又掩其息骨 这究竟是刑事所迫 还是另有阴谋呢 我 보�不服こちら 《中早 reload》 公元前六五八年下 扩张中国的晋国已经羽意丰满 达同晋国南下的道路 吞并周王氏的老牌护卫军国国成为了晋国的首要目标 晋国向临近的渔国借道 一举控制了国渔之间的战略要地夏阳城 夏阳之战将国国令人精益的战略部署弱点进一步撕开 在晋献功的眼中 国国一是口中美食 只要做一个吞咽的动作即可 他所关心的是如何给予国国最后的一击 曾经的王室贵胄已经沦为虎口羔羊 在史书春秋中对于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 渔诗尽诗灭夏阳 2000年10月30日 三门侠李嘉尧 国国都城遗址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事业中 这次的考古发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李嘉尧发现的国国成员和宫殿遗址 成为我国考古界的重大发现 专家们一致认为如今的河南省三门侠氏李嘉尧 就是国国曾经的都城上阳城 公元前六五八年 进军首先占领了国国北部的重要城 以夏阳 国国当时是横跨黄河两岸 这个范围也是比较大的 这个北边叫夏阳城 南边就是三门侠这一带是上阳城 上阳城在现在三门侠的四区 这个李嘉尧崔一带 夏阳城就是现在在三西平路县一带 有一个重要的渡口就叫毛巾渡 上阳和夏阳虽然都属于国国 但是他们之间隔着一条黄河 唯一的一个渡口 毛巾渡的两岸高峰耸立 易守难攻 靖国的军队在这里遇到了大麻烦 靖国向渔国借道迂回禁忌国国 虽然攻占了黄河北岸的夏阳 占据了国国半部 但是常年征战的国国 怎么这么轻易就丧失战斗力呢 在向国国国都上阳禁军的途中 禁军在毛巾渡口 遭到了国军守将周之桥的阻击 难以登陆 他们不得不退回到夏阳巨首 胜利在望 却掩其息骨 禁军无法继续前进 禁宪宫看出了一个问题 只要有国国的守将周之桥在 要对付国国绝不是那么容易 要怎么做才能更进一步呢 三个月后 一队人马来到了禁国 这队人马的领头者 正是国国的守将周之桥 两军对峙 这和敌方守将的到来 究竟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目的 禁宪宫不得不谨慎地 审视着眼前的这位武将 国军阵营里 刚刚在夏阳遭遇失败的国公丑 对局势的判断 显然有着严重的失利 在他的心里 夏阳城的失守 只不过是国国暂时 在战术上的失利 如果准备充分 那么打败地位低位的禁国 依然不在话下 国公朝没有将剩余的兵力 用于收复旧都城下阳 而是又一次做出了 讨伐犬戎的决定 公元前771年 周王朝的都城浩金 被犬戎攻陷 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之后 周天次迁都至洛邑 开始东周王朝的孔治 犬戎原来是在西北一带 就是甘肃 青海这个地方 当时这个周王是东迁以后 这个等于那边 西边这个梅湖洞开 所以犬戎也是长驱之路 所以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韩国关就成最后一道平障了 所以这个国国的边境就在灵暴一带 国国的西部边境就在灵暴一带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国国的一个军事要塞 所以国国也派有军队长期驻扎在这里 不断的就是 也就主要是抵抗 卑贬这个犬戎的骚扰 位于三门峡以西的韩谷关 在几千年前 这里就凭借着险峻的地势 成为了阻挡西方少数民族南下的重要关口 有了国国坐镇韩谷关 犬戎对于富庶的东周土地也只能心存寄予 如今晋国两军交战 犬戎立刻趁机来到国国边境 希望可以再次夺取周王朝的土地 国公愁听说犬戎西方 便顾不得与禁军的对峙 他立刻集中重兵 想预见接近国国西部边境的犬戎主动开战 占据韩谷关的优势 国公又一次成功为周天子驱逐了西方的犬戎亲戚 这种军事上的胜利 似乎带给了国公无比的优越感 而国公丑在对犬戎的战场上获得的胜利 却令国军的首将周之桥不惜反忧 国国刚刚丢失了下阳要塞 禁过大军压境 国公丑反而在这个时候 选择集中兵力去攻打犬戎 这显然是不要命的举动 禁过为什么要强大来 就是他进过了这个国居 他由于这种扩张的一种观念在他思想里面 他就像四肢不断地扩张 而国国来他就是说当时这个国居的思想比较报收 他就一直在维护这个周王室在离职啊 宗法啊 所以他就没有去用这种野心去扩张自己的势力 所以他最后就被后来的说代替了 最后就淹没在这个历史的场合里了 周王室的衰败让周之桥仿佛看到了国国的未来 他认为这个国家离灭亡不会超过五年 于是两条路摆在了周之桥面前 与国国共存亡或者脱离国国保全自己 权衡之下周之桥选择了后者 而投奔的方向很容易确定 那就是禁国 此消彼长周之桥带着整个家族的离开 让国国的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削弱 然而也正是这个人的到来 使得晋献功搁置的法国程序 又一次摆上了禁国的日程 国公仇依旧身陷在和犬戎的作战中 他并不知道这刻是和国国的后院已经起火 而晋献功却像一只恶狼一样 紧紧地盯住老对手 一刻也不放松 晋献功打算抓住机会 再一次派出使者游顺渝国借道 只要渝国一点头 晋国大军便可再次采取行动 公元前655年 渝国的大殿上 一场重要的外交会见正在进行 这是在晋国攻取国国都城的第三年 晋国使者荀西再次前来借道 此时晋国已经掌握着国国的半壁江山 三年前第一批入国作战的部队并没有返回国内 而是驻留在下阳城与国军对峙 而这次晋献功派荀西前来借道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 那就是直接吞并国 那就是直接吞并国国 晋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渝国大副公知齐不得不出面向渝公觐见 这次他坚决反对渝公第二次借道给晋国 公知齐的言论在左传和国语中经过精心渲染 不仅留下了著名的成语 还保留了很多古史和古文献的信息 左传《习公五年》里 这样记载着这位忠心耿耿的大臣的劝谏 国国是渝国的屏障 国国灭亡了 渝国必定会跟着被灭掉 晋国的野心不可助长 对外敌不可忽视 介入给晋国一次就算是过分了 怎么可能有第二次 俗话说 面颊和牙床骨是相互依存的 失去了嘴唇 牙齿就会受冻 这话说的正是渝国和国国的关系啊 然而公知齐情真义切的劝告 此时却被渝公当作了耳边风 这位国君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 我问你说 这次你不要再借给他了 这渝国的国君说 哎呀 那没问题 我都是寂静的 我们都是同姓兄弟了 我咋能不借他 他说他恨你同姓兄弟 他说国也是啊 像我们渝和国是一种纯齿相依的关系 如果存亡了 那就齿寒了 所以说说说说你不能再借了 他说 哎 没问题没问题 我们跟他是同姓之亲嘛 他说 他说静国给谁同姓 给谁亲呢 他自己的亲兄弟他还要杀了 他怎么能够给你多少代以后了 他怎么给你亲呢 渝公的想法在现代人看来有些可笑 他的思维模式还停留在周天子 家天下的理智社会里 他认为静国 渝国都是周王朝统治下的激姓国家 有了这点亲戚关系 静国不会做出太出格的事情 只不过想再次借条道路 教训一下狂妄自大的国国而已 然而渝公却没有想到 虽然从血统上来说 静宪宫仍然是周王室的子孙 但是在小宗取代大宗的残酷内战之后 静国早已演变成了一个为了扩张地盘 可以不惜代价 撕去一切假惺惺伪装的霸权之国 战国时 人们习惯将秦国称为虎狼之国 但实际上最早被称为虎狼之国的却是静国 为了生存 敌戎要灭 党在自己扩张的边境线上的一切国家都要灭掉 这成为了晋宪宫在位时期 静国发展的基本思想 此时国国和静国旗鼓相当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周天子创建的礼仪崩塌 各国之间的厮杀已经不是凭借血统说话 这是一个垂青于边缘势力的时代 晋国他在西北 他可以灭好多少数民族 灭好多少小国 你看齐国他在东部领海 他可以在那一片灭国 你像楚国在南方他可以灭国 像秦国他在西方也可以灭国 所以这四个诸侯国 在边境上的四个诸侯国就发展起来了 中原的诸侯国纷纷尝到了礼崩乐坏的滋味 晋国早已不满足于屈居在周王朝的西北方 通过吞并小国增加势力 这是晋国向中原霸权迈进逼走的一步 对于这个企图 于国大富工之旗十分清楚 晋国在消灭了国国之后 于国注定不会有好下场 于公虽然理取词穷 但是他还是坚持认为 晋国是绝对不会做出 对于国不利的举动 淳王赤寒虽然有些道理 但在这种情况下 未免有些危言送听了吧 孱弱腐朽的周天子 已经无力给予这些尊贵的封国以庇护 礼智即将被乱世打破 诸侯争霸弱肉强食 这才是天下大事 于国这样在夹缝中生存的小国家 在动荡的岁月中 不知道互相依靠 就难逃被各个击破的命运 想到国国和于国即将遭遇的灭顶之灾 公之旗不寒而栗 于公的一念之差 使得寻习的计谋再一次成功 晋国的军队得以第二次 绕过国国的防御线 这次的军事行动 由晋献功亲自指挥 他迅速集结了最精锐的晋国军队 灭国之战 拉开了序幕 国国亡了 于国的死期还会远吗 公元前655年 晋军在都城将城集结后 越过中条山 到达于国都城后继续南下 最后和驻扎在下阳的晋国军队 汇合成一股大军 国国都城上阳城 距离已经满是晋军的下阳城之间 隔着奔腾的黄河遥遥相望 晋献功22年周历8月甲午 也就是公元前655年8月5日 晋军开始渡过黄河 对上阳城展开合围之势 此时国军主力还留在西边 防御犬戎偷袭 上阳城的兵力 根本无法抵挡晋国大军 战争的主动权 完全落入晋献功的手中 这一年的11月份 黄河开始进入枯水期 三个月的围城终要见分晓 晋军发动全面围攻 经过血战之后 玄殊的军力使得国公筹 彻底放弃了上阳城的防务 他从晋军的包围中 杀出一条血路 向京师洛意的方向逃亡而去 从此国公筹彻底消失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 结局不明 上阳城沦陷 国国最终失去了最后一丝抵抗力 晋的法国之战获得全胜 而此时失去了联盟 而此时失去了联盟并且毫无戒备的余国 就要成为下一个被晋献功宰割的羔羊 副车相依 唇亡齿寒 当公之旗的预言不幸成真 渔国和渔公成为了晋国之战的最大牺牲品 渔公也许在这个时刻才深刻体会到了 失去嘴唇 牙齿就会受冻的道理 晋国把这个国国和余国灭完以后 就占领了黄河南岸这一块地块 这个地方是什么叫 我们现在叫金三角 就是金山域三层交接处 这个地方地理的位置非常重要 所以祭国灭完 灭了国国和余国以后 就是向中原又跨界了一步 所以典定了它以后这个成霸的地位 所以在春秋四季 祭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几乎是一夜之间 两个公爵诸侯被灭国 周王朝的李治在晋国的挑衅下 正在慢慢灰飞烟灭 日益走上强盛道路的晋国 开始在西北方刮起一股旋风 开疆拓土 西庸河西与秦国接壤 东帝河内 北临敌国 他将成为与齐 楚秦 并肩而立的四大诸侯强国之一 帝国将近四百年的国国 在经历了许多狂风大浪之后 最终倒在了春秋争霸 狂潮到来的前夕 在之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 国国连同他所有的一切 都悄然划入地底 成为了神秘之谜 强大的晋国为了使自己的领土扩张 于是要攻打国国 而与国国相连的国家是渔国 晋国的国君收买了与国国相连的国家 甲鱼灭国 纯亡齿寒的故事 成为了中国人对国国最深的记忆